刚刚讲的,你看他有那么多饭本,其实真的够你用了 那我们当然要有志气一点,对不对 请问你PowerPotent,有没有自己建立过饭本,自己重新设计过 这样有没有比较有成就感 没有,我就知道 因为做出来总觉得内容是自己的 但是呢,饭本别人不会饮用 那没关系,我们要有志气一点,来,这个 我先把它清掉,可以吗,你把 当然你也可以留几张,如果你觉得真的一定要 他的话,你也可以留几张下来,那我这边呢 我就只留一个当做纪念就好 好,你看,有的饭本 他那饭本的数量其实不一定了,好,我们就留一个 做比对就好了,那我现在在这边 我自己增加一个新的 这样是不是空白的?有志气一点 我们先从右手边,事实上他有很多工具可以玩 空白的需要一个背景,对不对? 请到下面这里来 有没有一个背景?点一下 好,你就看看你要单纯的颜色 还是要有图片,甚至有材质,Texture一般我们称作材质 所以如果你要单纯颜色,那就用单纯颜色也OK 好,我们找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 如果都没有,你就那个 好,假设我们挑一个,试看看,哦,这样子是一个方式 这个,好像也没有很好,那我就单色的 单色的,好,这样一个,可以吧?OK,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往上看哦,往上看 你看我们刚刚第一个专案饭本 对不对?页面,页面这边,刚刚饭本 那你从这个页面里面,你也可以看到 他本身也有帮我们内建一些,有没有? 就是一些安排,对不对?下面一样的 哦,你要一个开场动画,opening 有没有很多opening? 所以我讲过嘛,不要塌上饭本 你有志气一点,我从别的地方选小的饭本 这样有没有比较有信心一点 不要全部嘛,我们一点点就好 所以,如果你觉得有一个开场 你,不错的,你点看看 好,我又换这个做开场,这个我把它丢掉 点一张,我们先play一下 这样可以吗?可以哦,所以 志气有时候不要太狂妄嘛,就是小一点 哈哈哈哈,这样也可以啦 好,那我现在回到这边新的页面这里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文字的部分 各位,文字我就喜欢了 因为大部分很多我们用的这些云端服务里面 尤其是有英文版的 很多你要打中文字都会遇到问题 这个网站,你自己来看一下 对中文,有没有比较友善一点 有没有 嘿,你是日文的也有啊 中文的至少有黑体、原体、明体跟凯体啊 是比较多一点 不会说只有细明体 所以我们在这边 反正这个,这种事情不用我讲太多 那你把字把它选好 放上来 回到这边 这里 好,贴进来 那你要自中你就自中 对不对 OK,我就可以来这里选择 我觉得比较OK的 好,那字的大小 这样子 那行高拉高 文字的颜色 看你怎么选喔 OK,再把阴影加出来 阴影阴影勾起来 好,那阴影的 一点模糊 距离 字形调整一下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啦 文字的部分很简单 像这样 你的标题是不是就有了 对不对 那你想要做个动画的话 能点到它之后 你来这里 你看 这里有一个 你们在用PowerPoint的时候 是不是都用过一个东西 进场 动画里面是有进场 离场 进来跟出去嘛 你要一直强调的 加强就是它 一直在做那件事情 叫加强 进场 当然就是有进来 离场就是有出去 这样分得很清楚 好 所以有中文就是有这个好处 那所以 你要它怎么进来 淡入 这样进来 还是要这样进来 还是要这样进来 也没有很快 对不对 你要这样进来 都很OK吧 好 假设你要这样进来 放大进来 好 离开的时候呢 就告诉它 你也放大离开 有没有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这差别在哪里 你看这边 你有没有发现 我加了之后 我的前面 我的后面 有没有多这个东西 这就是它做所谓的 有点类似叫我们讲的 动画的那个期间 那你点到这边之后 你可以发现 我的离场 我现在是做离场的 也没有方向 速度 还有很多选项可以设定 这个你就自行决定就好了 我相信 这个你都比我厉害 好 那你今天进场 我的进场 我可以不用那么长 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把它时间缩转 比如说我只要四秒钟进来 有一个这样的效果 OK就好了 那我后面还有其他动画要处理 有没有 那我们刚刚在这边 其实它已经帮我们加了一个背景 这里有一个背景音乐 你可以听看看 它内建有很多音乐 OK吗 这样你用也没有什么问题 当然如果你要自己上传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好 OK 所以你可以先试看看 我们第一个 好 第一个 文字啦 背景啦 或者是你单纯的页面 直接加一个 开场的 这样进来 形状的我想这个都还好啦 这你应该随便用也会 看得懂就好了 我们等一下呢 还要加一个东西进来 就是这个 语音 因为你这样进来 我问一下 你好不好意思用自己的声音来录音 会很尴尬吗 不会啦 不会啦 怎么会呢 我们就这样 有没有放进来 告诉他 我现在讲中文的 有没有 普通话 用男声 听一下 我就讲过 你也可以轻松做个 Motion Graphic 动画设计师 哇 这样有没有 比较有 Sense一点 你可以叫他讲快一点 不要讲那么慢 对不对 音调呢 高一点点好了啦 不要那么低沉 你就pd一下 你也可以轻松做个 Motion Graphic 动画设计师 这样好吗 你要男生也可以 要女生也可以 好 其实 Cloud Animator 它目前是只有这两个 你也可以轻松做个 Motion Graphic 动画设计师 好 这样女生讲太快了 OK 回来一点 我们待会用另外一套软体 它就有更多 Motion Graphic 动画设计师 好 假设这样讲完 你要 你就按套用 注意一下 时间轴 你看 我的时间 有没有操作四秒钟 对不对 当然如果你讲的时间比较长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动画再拉长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边 你就可以play一下咯 你也可以轻松做到 Motion Graphic 动画设计师 这样OK吗 可以啦 来 还给你咯 所以你先试试看看 我们刚刚讲的几个 你可以做个片头页 好 那你可以加个动画 文字的 再把它加个语音的 都OK 我们这里再补充一个 让各位等一下你做的时候比较有感觉 就是你看到右手边 这里不是有图片吗 对不对 你看这里面有没有动画 点一下 对 这样有没有 它进来了 Cure 对不对 好那你要看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先play一下 可以进去吧 有吧 这样更有感觉对不对 如果你要放在文字的后面怎么办 因为一进来 各位留意一下 它的时间轴 你先注意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它虽然在最下层 可是其实它是在最上层 这个剪辑的方式跟各位如果用过那个叫做威力导演 一样的 我们有点奇怪就是说 一般我们的影像处理软体 我们所谓的图层是最上面的会在最上层 但是影片剪接它是用轨道的 所以最上面反而是最下层 好这是刚好颠倒 所以说你要调整它 拖曳行吗 答案No 要从哪里 从这里 你看我点到它之后 有没有发现中间有一个这个 有没有最上层 最下层 有没有 看到了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把它放到后面去 你就 这个是我把它放到下面去 往下 往下 有没有这样放到后面去了 那你要放在哪里就随便你拿 这样是不是就比较OK一点 就不会挡到我们了 当然 当然你要加 OK 不够长 叫它 你 动久一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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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各位这样就可以回家了 你觉得应该已经达到今天来的目的了 哈哈哈哈 谢谢 23 aste 第一 ɔ 儿